中秋节过后 选股的方向有没有改变 我们先请这个Cursor来帮我们关心一下 在今年的下半年能够通吃的个股跟族群 好的那中秋节以后 那之前来讲大家吃吃喝喝 所以相关的产业一定会受贿 加上可能在9月 慢一点在10月来讲 我想台湾解封的一个机会 相当相当高 所以说这个股票是往前面看 所以说带来两档股票 第一档来讲的话是黑松 这大号很好记 1234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周K线图 事实上这几年 虽然是一个老牌的一个 这个 这个所谓资产股 但是它的一个股性 最近有变比较火 而且它的一个长线的一个底部 有垫高的一个现象 那我想这个黑松汽水 黑松沙士 我想大家耳熟能详 那这里来讲的话 以沙士来讲的话 几乎在台湾 几乎形成一个寡占的市场 那它从去年开始 它的一个营收92亿就创下的一个 历史新高 那它整体来讲的话 去年获利1.98元 将近两年 以前黑松都赚一块多而已 那现在已经有挑战两年以上实力的一个机会 而且它本身是资产股 所以说它的一个净值高达44.2元 那股票净值来净值比来讲只有0.76倍 所以说以长期的一个投资 加上一个价值投资来讲的话 黑松来讲应该是算首选的前面几档 那另外来讲的话 那上半年的一个情况 因为受疫情的影响 上半年只有0.75 那本益比16倍 但是那企业分营收9.5亿 又充斩了24% 那主要是因为 我今年非常非常热 不管卖冰的也好 卖饮料的也好 几乎整个销售都在两三成以上的一个空间 那最近的一个 这个黑松来讲 提出了三个未来的一个行销策略 也就黑松三建 那第一个来讲的话 他就代理这个酒品 那这些酒都非常有名 像金门高粱 这个日本的一个美酒 那还有这个 他日本的一个清酒 还有法国Blandy跟澳洲的一个葡萄酒 那这里来讲的话 因为卖酒真的很好赚 也是这个卖水 这个整个行业都是一个 这个暴力的一个行业 那另外来讲 那进行的一个销售 就是做自动化的一个换卖机 那另外生活品牌 因为黑松老品牌 年轻人没没办法接受 那最近来讲的话 他就出现一个气泡饮 因为年轻人比较爱喝 加上一个 这个Find的一个所谓的运动饮料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黑松的一个月K线图好了 理论上这种公司来讲的话 蛮沉稳的 那加上长线已经相对的在落后 你看 就非常非常稳 你如果长期投资来讲的话 他每年的一个配股配息 应该也可以拿到 那第二档来讲的话 是美食KY 那美食KY来讲 大家可能不熟 但是如果提到85度C的话 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 我在巷尖里面开的一些 所谓咖啡跟C点面包的一个店 那他的一个组成来讲的话 面包跟C点差不多36% 饮料27% 而且这种公司毛利很高 就是57% 加上他的一个店面 都是属于比较窄小的 而且在巷弄里面来讲的话 租金成本也比较低一点点 那去年的一个税后的一个 达到10.93亿 那EPSR到这个6元 那他这个 也算是这几年来的一个新高 那配息配了5块钱 那我给他算一算 他的一个殖利率 跟黑松一样 也有达到5%的一个水准 而且他静止已经慢慢挺身到 所谓的58.7元 股价静止比也不过1.71倍 那他主要来讲的话 今年第二季表现不好 出现一个亏损 主要是大陆这个封城 那这个比较严格的一个 这个防疫的一个控制 所以说他应该是走到谷底了 那上半年来讲的话 获利1.05元 那但是未来来讲的话 我想他爆发力是解封之后 可以马上立即呈现出来 他目前的据点台湾450家 那这个中国大陆558家 那美国67家 那正逐步在扩上他的版图 那我们看一下 美食KY的周K线图 那理论上美食KY事实上就长线的角度 他是跌得很深 那这周线有一点在做底 我们再看一下他的月K线图 事实上他最高也有涨到400多块 这个股票来讲剩下1.4 那主要是这一两年 这个所谓的防疫的一个措施来讲 让他的一个业绩大幅衰退 所以说这里来讲的话 也是一个很好布局的一个长线 投资的存股的一个标的 好我们看完了选股的方向之后 我们要再回到大环境资金面来看 到底全世界的资金现在有多紧迫 在联准会确定释出了鹰派的做法 而且宣告会维持高利率 在一段不变的时间 那是不是在全球的央行 甚至联准会持续收资金的力道 还会持续 那刚才子旭也说了 接下来第一个要看一下回购的市场 第二个要看一下房地产市场 我们就从这两大市场再来做关心 投资朋友如果看到什么样讯号的时候 真的还是要特别小心 好在今年的部分刚提到了 过去几次重大的股市修正 都是源自于美国的回购市场出问题 那当然每次回购市场里面的 什么再出问题 它是不一定 可是在今年呢 随着前几年财政部大举发债 加上联准会退出国债的购买之后 基本上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美国国债的动性 那这些问题呢有什么细节呢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从今年的中旬 市场的一些分析师警告什么 在5月份呢策略师警告说 FED当时因为量化宽松的一个政策临近 他因为他这个到当时是6月份 他开始做量化紧缩嘛 那所以当时在5月份就提到说 量化紧缩快来了 市场可能会面临混乱风险 那到底有哪些混乱风险呢 主要是因为 基本上呢当银行买了这个债务之后 一般来讲他会朝这个二级市场去做抛售 但是问题是银行买了债务之后 二级市场的玩家他当时知道说 你联准会要继续升息啊 那不就是国债会继续跌吗 而且现在才联准会也不买债 那一定抛售出来的量更大 所以二级市场加速撤离 没有人要买 所以就造成流动性变差这样的状况 这个讲没有人要买 当然不至于到完全没有人要买 而是要买更便宜的价格 所以价格的波动就会变大 那后来呢到6月份的时候呢 6月份的时候呢 交易商警告称 买卖美国债券的能力正在消失 他指的细节是什么 他提到说 美国的一些短期国债流动性 比2020年疫情爆炸那个时候还要糟糕 也就是说现在不是全面冻结 而是有些债券的流动性很差 什么叫很差 我要处理这些债 或买这些债的成本大幅飙升 而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当年有FED当保姆解决问题 今年的FED是出来放红的 因为它在缩表 所以这一来一往其实差异很大 没有人解决问题 还出来制造问题 所以后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这些东西会反映在什么上面 反映在所谓的流动性指数 或者是Move指数的一个走势上面 所以从今年的年初以来 红色的线是蓬勃的国债流动性指数 它指的是说同一期限 好比说我们讲10年期债券好了 不同期限的债券 正常来讲你殖利率要差不多 可是一旦殖利率的波动变大 那个红色的线就会一直往上垫 所以你看从今年的年初到现在 这个差异有多大 所以现在美国国债就好比说 那个所谓的煤矿里面的矿坑 它的一个状况 大概就是处于这个亮 这种橘黄灯的状况 还没有到红灯 可是很危险 当然一般投资朋友可能看不到 红色那一条蓬勃流动性指数 没关系 你可以看你已经做的 所谓的Move指数 这是公开的资料 你查得到 再来6月份的联准会见的稳定报告 它也提到了国债流动性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国债流动性有两次骤降 一次是2019年的8月 我们刚讲的 回购市场危机爆发是什么时候 是9月 8月就开始骤降 后来2020年的3月中旬 美国股票市场市市熔断 流动性骤降在什么时候 在2月下旬开始 所以它其实是领先指标 但是一般人得到这个资料 不好意思 得不到 所以我们只好看 刚刚的所谓的Move指数 跟一些市场玩家的讯息 那市场玩家有什么讯息呢 近期的对冲基金 跟大人面临了什么问题 好比说有一间对冲基金 它叫做沽冲资本 它今年的一个亏损幅度 是达到多少 达到了42% 那如果不看它 看其他的对冲基金 跟做多的基金 这些基金今年遇到什么问题 截至今年为止 只做看涨的这些基金 平均要亏30% 所以你去设想一件事情 近期美国股票市场 在当时七八月的时候反弹 这些基金敢去追吗 不敢去追 为什么 因为股市反弹大概接近20% 它如果去追有20% 不要说破敌 回前低它就死了 因为它就准备赔50% 所以他们根本不敢追 所以对于这些大玩家来讲 他们是借称恐惧 那他们思考的细节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在下一张图表 用1234567 秀出来给大家看 导播帮翻下一张图表 首先我们看到 这些对冲基金或高杠杆玩家 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 高倍杠杆成本 我们刚讲了 他们在回购市场里面 去买债再抵押 买债再抵押 去反复开杠杆 所以意思是说 假设他做10次 今年年初的利率水准是0.25% 他做10次 对应他的本金成本是多少 2.5% 那如果现在利率是2.3% 他做10次那是多少 是23% 这个杠杆的开下去10倍 结果他的利率成本也翻10倍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一旦他做错 他就会很惨 所以他势必降低他的杠杆规模 再者资产价格下跌 这表示什么 随着不止美国 包含欧洲央行 要继续升起的状况之下 国债利率一上 反之国债价格一下 国债价格一下 其他所有的公司债 任何抵押房贷债券 你想到的在 所有债券价格都要往下跌 所以这些大人 他不是只有买股票 他也持有一堆债 所以他要面临 所谓的债券价格下跌 去亏损他的一个净资产的压力 再来资产价格下跌 又面临投资人除了压力 如果你买基金 亏20% 30% 算了眼睛变起来 大家赎回的速度是比较快的 心中有基金 然后这个手上有基金 心里无基金 但是当你亏到50%的时候 你心里跟所谓的手上 都会出现有基金 心如止血 所以这时候就会有赎回压力 再来呢 市场愿意作为 代方的边际量变少 我们刚刚提到了 连准会要缩表的状况 就会造成银行放贷出来的钱变少 然后呢 再来又要面临什么问题 就是面临说 这次的一个升息 不只是美国 欧洲也同步进行 而且欧洲的通货膨胀 又是越来越高 英国已经超过10% 德国继续往9%迈进 所以这些欧洲国家的通膜 在能源价格 没有办法解决问题之下 欧洲的利率会继续喷 反之各种债券价格会继续点 所以基本上 今年就会面临很多的抛售国债 或债券类的问题 所以今年的一个交易上 投资朋友 你们要关注市场的利率变化 跟连准会说表情形 将会是主导今年外资 在台股的一个动向 到底外资会不会重回台股怀抱 刚才讲到的这几大市场 都是您要留意的方向 今年非常谢谢两位特别来宾 也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